我想大學的本質應該就是國際化 因為你把它定位說 我只是台灣的一個大學 我想你沒辦法成一個好學校 事實上教育部在推高教學 現在藍圖 就未來大學 這是一個觀念 第一個是無疆界的大學 我們學校很重視 學生的國際移動力 因為台灣的地并不大 我們資源也不多 但是我們教育系統 應該是做得不錯了 所以應該透過對學生的交易 讓學生既有很高的國際移動力 不管在台灣 在世界各國 都能夠跟別的年輕人 一起來競爭 整個時代事實上是變得非常的快速 而且非常複雜 所以在這個世代裡面 我覺得這個倫文 倫文的思維更重要 我們如何教育年輕人 安身立命 讓我們的年輕朋友 如何去修身養性 如何在身心靈方面的健康平衡 讓自己的人格氣質能夠改變 能夠去融入這個社會 如何跟人家去互動 如何成為這個能夠做出貢獻的一個分子 我覺得更重要 我們談到美學教育 我們就希望就是從這個情境來改變我們年輕人的氣質 剛好這個安倫東雄來台灣演講 那充滿等了他六個小時 希望他能夠來蓋這個美術館 我覺得我們在亞洲大學有這個機會做這個事情 我們就很努力在受理 所以我們事實上 我們前校像那個通識 像各系 他很多課程都希望能夠跟這個美術館能夠結合 對我們的學生 對我們的老師 或是對地方的一些文創 藝術家 我覺得我們都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 很好一個學習環境